当疫情再一次侵袭全世界时 或许大部分人都忘了这部影史上曾与他齐名 但远比他还要吓人 并且还被写点爱好者奉为圣经的同类型影片惯性 尽管在一开始 他就因尺度问题惨遭多个国家停泊抵制 可随着时间的洗礼 越来越多的影迷们才重新意识到他的伟大 那是在与世隔绝的南极大陆 一架直升机正拼命追赶着一头疯狂逃命的雪橇卷 直升机内的男人一边不断地对他扣动着扳机 一边甚至还拿出了手雷进行轰炸 但都被他灵活地走位轻松躲 就这样你追我感知下 他们很快便来到了美国的科考基地 而听到爆炸声响起 基地内的科考队员赶忙出来查看 狗狗见状也立马朝着他们扑去 没曾想男人仍旧不肯罢休 但或许是过于紧张 他进一个脱手将已经拉开保险的手雷甩到了身后 同伴试图不救 结果下一秒就被炸开了花 男人却还是不管不顾 不停地对着基地的人说着什么 可由于语言不同 对面的科考人员压根听不懂 男人越发焦虑 竟直接对着人群中的狗子扣下了扳机 子弹击中了其中一人的大腿 眼看他再度举起了枪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也只好抢先一步开枪将其射杀 事后 基地饲养员收养了这条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狗子 其余人则在扑灭了燃烧的直升机后 也发现他们竟是另一个挪威科考队的人 但问题是一条狗怎么可能跟袭上千公里 于是为了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飞行员吉姆带上一名博士便准备前去调查 然而当他们赶到挪威科考基地时 却发现这里早已成了一片废墟 在基地内部 他们先是找到了一具被冻成冰雕死状惨烈的尸体 接着博士又发现了散落一地的各种资料和录像带 想到或许能从中找到些线索 博士决定带回去研究 这时 吉姆又在最里面的房间内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冰块 冰块中间空了一大块 明显是有什么东西从里面跑了出来 这一系列的不合常理让两人不含而立 他们决定马上离开 结果刚走到门口 两人就见到了一具被烧焦的尸体 诡异的是尸体看着像是人类 但又明显与人类不同 想不明白的他们干脆将这具尸体也一起打包带走 不久后 两人顺利返回了基地 可当尸体的全貌展示在众人面前时 所有人都被他无比争獰扭曲的模样震惊到说不出话来 殊不知这一切都被那条诡异的狗子看在了眼里 通过解剖 他们又意外发现尸体的本质的确还是人类 只是不明白为何会变异成这个样子 时间来到了晚上 饲养员将到处乱窜的狗子关进了笼子 而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 真正的噩梦降临了 饲养员刚一离开 似乎察觉到危险的其余狗子突然就变得狂躁不安 果然下一秒他就发生了变异 先是脑袋开始分裂 接着身体上也长出无数出手 其余狗子都被这恐怖的荧幕下的小脑萎缩 但最终也只是无能狂吹 听到动静的饲养员这时也再度折返 当看清笼子内的景象 他也被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接着便立马关上了铁门 与此同时 听到动静的吉姆迅速拉响了警报 将所有人都叫了过来 拿着喷子的吉姆刚一推开铁门 就赫然发现原本人畜无害的狗子竟变异成了一只极度恶心的怪物 他强忍内心的恐惧果断的扣下担机 可子弹打在怪物身上根本就不痛不咬 眼看怪物还在继续变异 关键时刻 老黑躺着喷火枪及时赶爆 在他的一痛狂喷乱造之下 这才将其解决 随后 众人对怪物的尸体进行了解构 再结合带回来的那具尸体 博士总算有了发现 他推测这种怪物不但可以吞噬其余生物 甚至还能模仿被吞噬生物的细胞 最后再彻底变成猎物的样子 这也是为什么那两个挪威人追杀上千里 也要杀掉那条狗的原因 又一想到挪威人或许知道怪物的来历 他们赶紧研究起了博士带回来的资料 果然在录像里找到了线索 挪威人似乎在一处冰层下发现了什么 于是在锁定那处冰层的坐标后 吉姆带着博士和同伴便马不停蹄地再次出发 而就当三人赶到目的地时 眼前的场景却让他们目瞪口袋 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赫然出现在了这处巨大的冰坑中 根据冰坑的深度 博士分析飞船骑马在这里存在了十万年之久 紧接着 三人又在飞船不远处发现了一处被切割带走的冰块 明显就是摩威基地里的那块 拿上几块飞船碎片后 他们便重新返回了基地 这一发现也让其余人震惊不已 唯独博士一脸凝重 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回到房间的他第一时间就将柜子里的手枪拿了出来 另一边 两名队员按照吩咐将怪物的尸体抬进了仓库 没想到其中的卷毛刚一离开 死去多时的怪物竟再次动了起来 所以当卷毛返回时 独自留在房间的队友就已经光荣下线了 他赶紧通知了吉姆 可当几人跑回来一看 却只看到了破碎的窗户以及窗外一道亮枪的声音 就这样 基地的警报声再度响起 所有人都闻讯赶了过来 此时的队友明显已经被怪物感染 只不过怪物还没来得及模仿 吉姆没有犹豫 一把推翻了一旁的油桶 直接将他原地焚烧 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他们又将其余尸体也集中起来统一火化 可就在做完这一切准备回屋时 吉姆又突然发现博士鬼鬼祟祟的从直升机上跑了下来 他好奇地上前查看 竟发现直升机的线路已经被博士彻底损坏 没给他反应的时间 屋内又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 博士正风味一般地破坏着基地的通讯系统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绝不能让任何人离开这里 而趁着他打光子弹的空隙 吉姆赶紧用木板将他制服 为了防止他再次失控 吉姆也只好将他锁在了一间独立的小屋 但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博士却突然提醒他一定要注意饲养员 毕竟只有他跟那条狗接触的时间最长 所以也是最有可能被感染的 于是出来后吉姆也告诉了其余人 怪物或许还在他们之中 如果不想办法找出来 那所有人都会没命的 意识到事态的严峻 医生提出或许可以通过血清测试的方式来鉴别 他那里刚好有基地所有人的血液样本 结果当然也不出所料 下一秒这些样本就遭到了破坏 但这也证明了怪物的确还在他们之中 一瞬间 猜疑和恐惧在每个人心中蔓延开来 好在事态彻底失控之前 吉姆及时地站了出来 他先是烧掉了被破坏的血液样本 接着给基地内最有可能被感染的三人注射了镇静剂 并准备让医生重新想办法测试 可就在这时 医生却突然不见了 他赶紧带上两人出去寻找 结果很快就在雪地里找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 从一旁掉落的眼镜推断 这正是失踪的医生 接连的噩耗让三人顿感绝望 刚准备回去时 吉姆又突然见到自己房间的灯莫明的亮 于是他让卷毛先回去告诉众人医生的消息 他则带着另一人前去查看 没想到40分钟的时间过去了 两人还是始终没有动静 基地内的众人也以为他们已经凶多吉少 当即便准备封锁住所有门窗 谁曾想就在这时 吉姆的同伴却单独折返了回来 他告诉众人 他是特意摆脱吉姆逃回来的 因为他在吉姆房间的火炉内发现了他的外套 这意味着吉姆很大可能已经被怪物给取代了 然而话音刚落 众人身后的门把手突然动了起来 显然是吉姆回来了 但他们压根就不敢开门 就在众人不知所措时 隔壁房间又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 门也被从里面反锁了起来 老黑见状当即拿起斧头开始破门 好不容易把门打开 却赫然见到吉姆已经拿起了炸药和燃烧棒 他一边解释自己并没有被感染 一边警惕地让众人退走 为了让他放松警惕 其余人赶紧放下了身上的武器 趁着他的注意力被吸引 偷偷绕到身后的两人迅速对他发起了偷袭 他下意识地反抗 谁料竟用力过猛 导致其中一人当场失去了意识 吉姆赶紧让所有人前往医务室 可就在队友对他进行抢救时 意外发生了 早已被怪物感染的他一口咬断了队友的手臂 队友痛苦倒地的同时 一只无比猙獰的怪物也从他破开的胸膛内钻了出来 所有人都被吓尿了 还是吉姆最先回过神 猛地对着怪物就是一顿焚烧 然而危机到这里却并没有结束 为了防止怪物还在他们之中 吉姆决定将所有人绑起来进行测试 但显然 他们并不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到别人手上 何况还是疑似感染者的吉姆 饲养员趁机对他发起了偷袭 结果却是被当场爆头 其余人见状瞬间就老实了下来 而吉姆想到的测试方法也十分简单粗暴 只要将烧红的钢丝放进血液 就能判断对方有没有被感染 因为既然怪物每一个细胞都是独立的个体 那一旦受到攻击 自然也会下意识地做出求生反应 起初 几人的测试都没有任何问题 正当其余人以为他的方法无效时 没想到下一份血液样本就产生了强烈的应激反应 对应的队友立马也发生了变异 吉姆当即就准备解决掉他 可关键时刻喷火枪却出了故障 等到彻底挣脱束缚的怪物一口将卷毛吞下 他手中的喷火枪才恢复正常 被火焰包裹的怪物挣扎着状态墙壁来到了血 不放心的吉姆干脆又扔出一根雷管将他彻底解决 将卷毛的尸体也焚烧殆尽后 他便接着做完了后续的测试 好在这里剩下的人都没有问题 如今只剩下了单独被关押的博士 只要他也没有问题 那这场恐怖的危机便能彻底解决 于是吉姆让老黑留在基地侧影 他则带着其余人去测试博士 可三人赶到小屋时 不但门是打开的 屋内也空空无也 博士早已不知去向 这时吉姆却突然发现脚下的地板有松动的痕迹 打开一看 众人才发现底下竟有条密道 更让几人震惊的是 密道深处赫然出现了一艘还未完工的外星飞船 他们终于明白 原来博士才是那个最早被感染的人 他所做的一切 全都是为了这艘飞船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找不到博士了 为了以绝后患 三人一个狠心决定炸毁掉整个基地 这样不仅博士无所遁形 高温和火焰的侵袭也能让怪物彻底毁灭 于是他们先将炸弹丢进密宝 炸毁掉整座小屋后 基地内的其余房间同样也没放过 等到地面的建筑都被摧毁 他们又来到地下室准备解决最后的发电机 可就当三人分散开来安装炸弹时 神出鬼没的博士却突然出现袭击了一名队员 另一人听到动静下意识地走了过去 结果很快也没了声响 反应过来的吉姆瞬间也意识到大事不妙 他小心翼翼地点燃手里的炸药 没想到下一秒 前方的地面突然开始翻轨 接着又迅速朝他逼近 虽然勉强躲过了攻击 但炸药却掉在了地上 就连引爆器也被怪物卷走 而怪物此时终于露出了他恐怖猙獰的真面目 好在吉姆已经对这一幕逐渐免疫 迅速捡起地上的炸药后猛地朝着怪物扔去 最终伴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 怪物连同整个基地一起化作了尘埃 然而事情到这里似乎并没有结束 筋疲力尽的吉姆刚坐下来喘口气 一直不见踪影的老黑又突然来到了他身后 他告诉吉姆他之前追着博士走不出去 结果却在暴风雪中迷了路 可对于吉姆来说 事实究竟如何 老黑到底还是不是人类 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也就只有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的将领